猴子这个英雄就注意进场打团的时机吧 然后找到自己的位置 开我团应该就很好 因为他也是比就是 先野核吧 然后他各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就影响标记上关键点的话 在于我们队伍就没个人能不能做好自己吧 然后就应该能影响 没个人能做好自己的话 赵欣这个版本加强的话 就会比上个版本强一点 因为他的伤害变高了嘛 然后前面大家会变厉害 目前我们队伍磨合的就很一般 然后如果就后面要做得更好 就后期运营一些决策吧 要做得更好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h my god 现在已经大概过了半分钟 他没有任何的野刷 加入勾道 但是安回头的篮子刀也打了 对面一整套 两边辅助互换点火 保着阿兵去至少把这波线推进去 这波村子要怨你 六级狐狸带闪带大带点火 贾亮没有在能给大的范围里面 看一下先动手 闪现直接交了死 这位置没办法 他闪交完 虽然 威威现在小地图上面已经进去了 勾索失误了 但是回头大招做住 自己这个地方能跑吗 武器一波爆发 要敲到底了 叙利一几点 八级打六级 想回塔下子卡 但是已经先被反击碰到打了一整套 威威就在路上马上要到了 这个地方佛耶哥还是有大招的 如果这波现在吃不到就要裂了 紫卡 回头想操作 但操作不了 操作不了 这个眼插到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知道这把紫卡有多么可怜了 还不是他的眼 野区来碰撞起来 薰这个位置的话 跟威威打起来 最后铁玩近盒 配合上猴子以及恶菲流森伤伤害 中路也同样是 加里要控住狐狸打一套 先碰撞二塔 而且如果没有人回房的话 这个二塔是会直接掉的 武器踩打出的很快 心脏硬着头皮上去 硬动这边的松松 但是交闪现以后 都够吸回自己的辅助 回到安全的塔下 这一波进攻 尝试二打二 是没有能够取得人头 是的 而且安这里的闪现是交掉了 野区打野相遇 寻想刘威 但威威是直接交 一个大刀走 但艾康这边感觉是想靠野区 给了薰一波机会 艾康靠到中路来 打了迅的一套状态 二先锋在 BLG这边是已经开始启动了 松松先被拉了回来 但自己就为了 有没有回头选择做反打 并没有 直接是被Dogo收了回去 以后落下来的是一个 很天肥的假课词 呃 Wink的大刀甩序 效果比较一般 进场以后是青龙影和加鸟的combo 先踢的是威威 威威有大招 回头斩了一下 但自己一次 还是Wink也收到 而且后续来的是一个 进攻夜宁 艾康在龙坑里面 正面还在追击 远处到费轮石头的流行中 而且青龙影在侧面 一个一闪 处在一个队友帮不了的一个位置 虽然说 主动使用的Wink的一个2E收购 效果比较一般 他收购到了武器 然后武器开着反击攻爆 对吧 就开着主机挺 然后偷偷敲了一下艾康 诶 咚一下 然后威威过来 砍了一下 回头被最后中间坐住 没办法拉出 中队场的一个位置 还接了一个泳装 还是说在这个地形的地方 青钢影和家僚的进场太漂亮了 然后因为撤退三角场中 大家抱团 所以小安的绿刀的大招 起到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不过他的位置还是比较安全 不过和队友有点分不分开 是个狐狸 想去绕后 但也知道了狐狸这个位置 狐狸不敢大赞地切对面的一个野区 是 月开在侧面看到的是一个阿兵 内火空掉 但是正面能打起来吗 直接选择坐阿兵 阿兵这个位置有点点孤立无援 远处来了一个青龙眼睛 打得像侧相 而且薰也选择进场 大闹成功赚的效果很一番 他就开口 加里奥和Linan他两个大 很漂亮 阿兵线被处理掉 而且回一个也倒了 回头这一圈圈撞起来 这是一个威威 Dogo走了呀 没伤害了 闪现一个W 减速到战术很少 但龙喷了一下 紫卡把他给推走 艾康这里就被打散了 月开交一个一进的海想堆 勾索来了 一个往左边扭 但是是靠近的对面的一个距离 紫卡拿到了狐狸的人头 上路两边 就是两边的上单 各自在一条边线带 猴子想开 开了这边这边两个人 都够直接交进化闪现 从侧面拉开了 而且回头要做反打 贾克斯GP落下来 这个位置反而是小安有点危险 交闪现往侧面拉开以后 还是被贾克斯跳战给揪掉 而且回头金刚已击到阿兵 阿兵这边也走不了了 开着反军风暴在人群里面拖时间 最后能换掉吗 没有换掉 BLG剩下的双C手上都没有大招 那狐狸要不要继续异一下 要遇到打野才有后续 遇到打野了 打野直接给一个电脑海W进来想追 越开的一个勇章虽然没有进骨住 但是嘲讽嘲讽住了 逗过这个位置 没有后续再花了一个机会 直接被虚拟棒给带走 但也是拖了一点时间 BLG就是想要逼你双C过来 然后去开一下 因为他们也知道 有飞门的情况下 对面可能比较容易感到正面 这场比赛有一点什么 就是慢一步 安特里被救回来 但最后还是被贾克斯硬跳展带走 但自己也是被狗所踢晕以后 接了一个R技能反击波 撑了多撑了两秒钟 侧面再亲 又是亲到猴子 勾了一个加里奥 侧面不太好进场 都够用精英球把辅助给吸回来 但是他很难去接近到对方的后排 我想要开兵 那正面的话 兵这个位置感觉会直接倒下 开了一个反击风暴 练乱塔大招做保护 能够确保安收到兵的人头 而且回头要再动大龙 最有可能活下来的上路 发育最好的武器大师 去确认这个危险草丛 但没办法 最终还是被对面逮捕了 这么一勾 勾的是甲猴 而且反倒的松松 吃了一个铁玩静和以后有点危险 此次打接上来 远处清晤夜宁收人头 你够甲猴玩自己没表 拖拾就拖不了 这波招闪也没走掉 上浮倒下 这边又魅惑到了Wink 但是这是个辅助 而且 直接从龙克里面踢出来 插废 出来以后 Icon接选的招大招往前 跟想要搅乱龙空里的局势 威威一个现在约约空调以后 小安这里吃了练乱塔的一个W 继续往前顶 现在大杀特杀 先秒一个狐狸 而且都够被点了三枪 也点出一个顿弓 上一把 就是你拿通币将点我的 是 血量很低了 2000多应该是能够收到 多个小强是一个Q 没有把这个大龙给拿下来 还临时被拉上场 对吧 然后Wink打个补助 但你总感觉他的同步率 就是比你对面来的高 是 他前又开 兵选的一个绕后 能不能够绕到 这个位置AD有点危险 UF刘斯开了一块秒表 他还有闪焰在身上 要直接往后交 加量大多数保护 Wink这边可能也要被秒了 也交闪也往前面拉开 正面战场是一个兵在一打四啊 终于垂直了 跳了一个列纳塔 但是AD还是保了下来 他就是想 我能先手 对吧 我猴子 转到陀螺转得快一点 就是两个同时交踢哦 从后方的一个包夹 薰知道自己要被开了 第一时间掉大招 拉开 Icon一个一闪内获住 对吧 加上了松松的精灵球 终于是打出了一波好的鞋头 但是 诶 正面打起来了 试试画面 进场的松松直接被秒掉 这个是王哈 小安也选择直接 借到对面脸上 直接把对面的东方给收掉了 后排 处理 太深了 就是对面的人是抱在一起的 最终 就被二本流师轻松拿下Triple以后 游戏结束了 让我们恭喜IG 帮回一城 那这把BO3 如果我们赛前所预料到的 是非常非常的胶着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